小心点啊 慢点啊 走了 扎野 你怎么样 老爸 昨天晚上也有鬼扣上好的了 日子难熬吧 今天几号了 二十三号了 这都二十五天了 怎么一点回音都没有啊 也有可能是特殊情况 比如说这下雨下雪 送群都会比较迟 也有可能是晓云 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回信 你说得对 她根本就不会给我回信 知道我因为啥进来的吗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晓云 那晓云是我们村上的一枝花呀 那水灵的就跟苹果一样 那年我们生产队干活 有个小伙就香冬她 成天黏着她 我看不过眼就跟她干了一仗 这一仗就把我打到这儿了 真圆的 猴子比我更圆 就是偷哥生产队几头猪的尾巴 你说至于吗 你说是 那你跟晓云订婚了吗 没有啊 没案了吗 没有啊 确定关心了吗 没有啊 那你这事有点难了 咋难了 我是为她才 才进来的 我坐牢那天走的时候 我冲头喊了我说你等着我 那她怎么说 她 她 她让我死里边 看着小叶 我好像 就看起了当前的我自己 是 长逢 要不然 你给向阳写封信吧 把现在家里边的情况 跟她说说 你看现在这个时候吧 别人躲都躲不及呢 可是很小叶不怕呀 一直那么照顾你跟方方 我觉得 咱们得让向阳知道 小叶的好 说不定啊 他们还 她现在是个犯人 小叶这么善良个姑娘 我不能太自私了 把人往火坑里推呀 作为长辈 我想劝他们分开吧 长逢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火坑 只有她自己心里知道 只有她自己心里知道 炮哥 你要犯桃花啊 不 我 去哪儿犯桃花呀 哪儿肯定 你会不会算呢你啊 肯定会 好 到 探视 什么事儿 我家里人都死光了 谁来探视我呀 对这个我放不出来 小云呢 小云呢 小云 你怎么来了 李大炮 李大炮 谁让你给我写信了 那信你收到了 那信你收到了是吧 你 你怎么没判死刑啊 李星 收到就行 收到就行 你 你这是咋了 这是咋了 这是 李大炮 李大炮 你以后别再给我写信了 要是为 为啥啊 为啥 因为全公社 全大队的人都知道 你给我写信了 你再写我就嫁不出去了 我和爹说了 你要是再写信给我 你就去供商 县力 劳改农场来告你 非把你送上断头台不可 你以后别再写信了 你 小云 我 走啊 你 炮哥是不是中邪了 这都一整天了 老装神弄鬼的 不会被鬼人给装了吧 是吧 雅王 小云来了 小云 刚才是小云来看你了 炮哥 你是不是做梦说胡话呢 有女人来看你了 不是女人 是小云 炮哥 你真是中邪了 那小云就是个女人 她来跟你说啥呢 她说让我不要再给她写信了 再写信 她就嫁不出去了 炮哥 那你就省省手指吧 我为什么要省指 咱们可是老改发 哪有女人看上咱们呀 你别做美梦啊 那 那我 不雅王 兄弟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接着写 我帮你写 写到她改变主意为止 她要是不喜欢你 她不会大老远跑来看你 那她要真要嫁不出去可怎么办呀 那嫁给你呗 我怎么没想到啊 这他妈读过书和没读过书 她的就是不一样啊 呀吧 够意思啊 够意思 你这个兄弟我认定了 认定了 好 刘晴 今天我高兴啊 宣布两件事情 第一件 以后谁也不允许管的叫 哑巴 叫曾哥 曾秀才 还有一件 从现在开始 秀才就是我兄弟 兄弟懂吗 谁敢欺负我兄弟 就是欺负我李大炮 那儿啊 有很多跟你一样的小朋友 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玩啊 我 我哪里都不去 我就要跟姐姐在一起 如果哥哥知道你不去上学的话 他也会不高兴的 要不然这样 你去上学的话呢 姐姐就答应你 在你放假的时候 带你去见哥哥 好不好 真的 真的 正那儿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大周燕了 你连缝缝缝缝的活你都不会 你想什么呢 你是不是就想把我串了你好上台啊 你看看 你这缝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诚心想让我在台上出丑是吧 怎么又是你 你想干什么 张闹 我求求你了 现在只有你能救曾向阳了 别跟我提这个人 我救他 谁来救我 救他就等于是救你自己啊 那张医院证明证明不了什么 不算的 不算 我说了谁相信 你说了谁又相信 人人都认定的真相 现在是无法改变的 你是他什么人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的未婚妻 未婚妻 张闹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你理解我 好 我给你一次机会 转一转 怎么了 这儿就想哭了 你知不知道我无形地背着这两个字 背了多长时间 压到我根本都脱不过气来 我从来都不敢当着任何人的面去哭 怎么 你这儿就受不了了 你还敢说理解我吗 行了 你随便吧 张闹 咱俩收好的 只要我这样绕着铁马路走三趟 你就帮向阳作证 好 感觉好 快 来 乔连饭 我从来乔连饭 这边是 shameful xen caught iod蚀 强烈饭 可能这个地方 我也求了 不行阿不 强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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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散了散了散了啊 散了散了散了 走了啊 走走走 赵姨 张导还在看呢 他还在看呢 傻孩子 你让人给耍了 张导说 只要我守着这马路走三圈 他就会帮我跟夏洋作证的 他说了的 赵姨 他说了的 张导他就是个混蛋 散了 看什么 燕儿 你为了夏洋 真是什么都活出去了 你这样一看了心狠 燕儿 你跟你说 你得多爱自己 一点知道不知道 你这样不但伤害了你自己 还伤害了你妈 你说这往后 你们俩怎么出去见人呢 傻孩子 好了 咱回家 咱回家 你说什么 小燕儿自己游自己的街 我亲眼看见哪 千真万确 衣服上面写着 我未婚夫不是强奸犯 看他人可多了 说三道四的 你说我这是说了什么孽了 让他这么丢人泄眼 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 不行 我得找他去 我打死他 阿姨阿姨 您消消气消消气啊 今天这件事情 是要跟小燕说道说道 别说是您啊 我往那里一散 脸都丢尽了呀 是是是 开会 您也别生气 小燕儿啊就是头倔驴 你说 你这么好的年轻人 站在他面前 那他都看不见 他不就是个睁眼瞎吗 我非得把他骂醒不可 我 刘开会 你来我家干吗 你还问人家 你干什么去了 你干什么去了 刘开会 我们家的事 你能不能少管 我有事我先走了 开会 开会 你站住 陆小燕啊 陆小燕 你还要不要一点面子了 你不要你妈还要呢 曾向阳给你灌什么迷糊汤了 让你这么五迷三道的 替他做事 你还自己有自己的接 你对得气 你死去的爹吗 妈 您别生气 您别相信刘开会说的那些 您别往心里头去啊 不是你想的那样 妈 样儿啊 那你听妈一句话 别再和曾向阳来往了 别再做错事了行吗 妈 我没做错 你还酱嘴 你还酱嘴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生个孩子也是苦命的孩子 我怎么对他是你爹呀 你个傻孩子啊 你还自己有自己的血 你让你妈这脸往哪儿放啊 陆小燕啊 你成亲要把你妈气死是不是 这日子没法过了 你别太着急了啊 你说小燕这孩子 她怎么这么傻呀 她就是太单纯了 你干什么去啊 我出去一下 来 成风 赵主任 来啊 您有功夫吧 我 我 我说你 你怎么进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那儿子现在又归政府了 我也管不了了 向阳他是冤枉的 一点都不冤枉 赵主任 那李先生 来了 这人怎么进来了 怎么随便放人进来了 我还办不办法我 这是弄出两句 赵主任 赵主任 你就听我说两句 赵主任 连两句我都嫌多 赵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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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 怎么着 我吃进去的 还要吐水来还给你啊 不是 不是 赵主任 向阳这孩子 你最清楚了 无论是学习成绩 还是政治觉悟 那肯定没问题 你还提拔过他 在这件事情上 他肯定是冤枉的 我就是想请你帮助 打听一下 你看这个时候他 他这件事情 还能不能翻案 翻案 我说你还真敢想啊 你倒是翻书翻报呢 赵主任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有偏见 可是这么多年了 我已经家破人亡 我这腿也瘸了 该报应的都报应吧 你帮帮向阳吧 你不说这些都好 你这一说 我真叫骂你 我告诉你 你那儿子曾祥祥 就不什么好东西 我给他个仙剑 他就把自己捧成天去了 无法无天的 这就跌魂魂一窝 胎里坏 还有无声 好好的一个无声 生生地被你们给害死了 你还想让我给你翻案 你做梦 赵主任 你不答应我天天坐在这儿等你 行行行 你在那儿等 顺便把这马路也打扫打扫 你这瞎子 你这瞎子 瞎子 瞎子 干吗呢你们 都给我走开 走开 以后不许再欺负他 要不然我饶不了你们 老大 你没事吧 我姐姐在不害怕 不害怕 姐姐 你今天真厉害 我这次算是便宜他们了 下次非骤贬他们不客 以后啊 要是有谁欺负你 你就告诉姐姐 可以 我们回家路 接走了 把这鞋店拿着呗 小燕啊 谢谢你帮我妈干活 不客气 那小燕都回来了 一块儿吃饭吧 那个家里没盐了 那个你带她去买一包 你记得医跟你说的话吗 小燕现在呀 是离不开这小饭票了 你就连她一块儿接受 就当多个妹妹行吗 那姨就替你做主了 今天你就当把哥哥 你呀跟哥哥去买包演 听话 去吧去吧 我们在家给你们做饭 走路慢点啊 注意安全小心点 你说你们脸 瞎 去吧 妈 我的事你怎么那么随便 就答应了 还那么主动 我不主动能行吗 你没看见啊 这阵子开会可冷了不少啊 别说她呀 要我呀 我都得冷下来 哪个男人有那么大肚料 看见你跟一个强奸犯耗着 真是 妈都不行 你说你呀 这大好的年华呀 都耗完了 再这么耗下去啊 你就耗肝巴了 趁着还水量 赶紧找个依靠 要我说呀 她冷了淡了 我都不在乎 您要是那么喜欢她 您就搬过去 给她当妈 不是你这什么话呀 燕儿啊 你的事呢 我不愿意掺和 但是您想想咱们家 亲戚那么多 这都睁着眼睛 瞪着瞅着咱们 这没男人的家呢 你说我要不给你 安排个好归宿 那你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 不得把咱们娘俩的 脊梁骨给戳断了 再说 就算你不嫁给开会 咱们家也不能 跟一个强奸犯 有半点瓜葛呀 就是不行 妖儿 你长点心眼吧 你说呀 妈这命啊多苦啊 你可不能再让妈操心了 我们当年的四爷 你起码 你们四爷啊 骑马扛枪 一路从北打到南 又从南沙回北 一心为了革命事业 好不容易啊 您熬到了四十岁 才剩下了我这么一个 宝贝大闺女 是不是啊 妈 您这话都叨叨了 八百多遍了 您就别说了 我的事啊我自己会处理 我有分寸 还有分寸呢 样儿啊 你连个好人坏人都分不清 还好意思说有分寸 反正曾向阳是个好人 我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 妈也没让你做对不起他的事啊 那你说人开会 也没说把妹妹 扔到大街上去啊 你说这个开会和曾向阳比 这开会就是个好人 他曾向阳就是个强奸犯呢 妈 您这怎么越说越不像话了呢 那怎么像话呀 非强奸犯不嫁像话 跟您说不明白 我接芳芳去 拔个蒜 这个磨蹭你说 这包米花还是又香又甜的 芳芳 来来来 你吃一点好不好 叔叔 我不吃 怎么了 你这 这好吃啊 这三里红又酸又甜 包米花又香又脆 来一点啊 叔叔 我不吃 你再吃一点啦 叔叔 叔叔 我不吃 你干吗呀你 把他都弄傻干吗呀 不吃就不吃呗 还把他打地上干吗呀 我花钱给你买来 不就是让你吃的吗 真是的 真麻烦 要不是你 我和陆小燕早就好上了 怎么搞的 还哭 哭什么哭啊 刘太会 小燕 我 不是啊 你别解释了 你以后别再上我家干活 我真受不起 不是 你不听我 真是的 真是的 你说咱这老邻居了 花这钱干什么 给孩子做点衣服吧 你别说你还真挺会买 回来 赵主任 你真行啊 我绕圈办脸事你就进家了 你比我的腿还快呢 长风他来主要是为了向阳的事 是 忙个你的去 这把家底都掏出来了 我赵万年呢 也给你掏一回新窝子 曾长风老哥 你这父爱感天动地啊 我赵万年 也不是无情无义的人 前两天呢 我到市里开会 顺便呢 打听了一下向阳的事 看来向阳这事呢 也不是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 但是这余地 不足以翻功 犯案哪有自我日无义啊 再说这事也不在我的管家范围之内 赵主任 您这方面认识的人多 您得帮帮我呀 现在找什么人都没有用的 但是呢 我可以给你这条路 如果这条路怎么走通了 别手翻功啊 圣向阳立马就无罪释放了 您说 您说 我刚才说的都听明白了吧 行了 你可以回去了 把你这些东西都拿走 这是给孩子的 你看 听到没有 拿走 拿走 你看这多不好 我都拿来了 你看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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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这个呢 还给你 我当时那是苟渴了 我赵万年呢 从来不拿群众一针线的 赵主任 你看 你看你这 这 这 这多不好啊 这 这 您走了 我啊 我刚才还放这儿呢 我的布呢 我问你 你什么时候和总裁丰富的一起 你可别胡说啊 我是清白的 你清白的 我就混桌了 你居然敢背着我收别人的东西吗 这件事忘书里说 从此以后我就控制不了 增长方案和山头 忘书里说 这叫受贿 要丢无纱帽子 赤脸嘴软哪 人家手软 你短了我不能再短了 这是劳动人们的气息 你懂什么叫气息呢 叫你这给觉悟了 觉悟不觉悟的我不管 我就知道 我十几岁嫁到你们家 我一天好日子没过过 好不容易现在 混到你当主任了 人家有人给你送点礼了 好嘛 你这是我跟我讲上觉悟了 你有觉悟了 我都不没了 这 你们可能煮回来 很高兴 哦 好 没用的 别撕了 撕了还会有人贴的 就算把这些都撕掉了 刻在我身上的能去掉吗 姑娘 曾向阳对不起你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您应该是曾向阳的父亲吧 您今天来是来讨债的 还是来还债的 如果是来讨债的 咱们清算清算 如果来还债 不 姑娘 要是还债的话 你应该先还哪 什么意思 是您儿子把我害成今天这个样子 他害我丢了舞台丢了清白 你们曾家早该补偿我了 姑娘 这清白是你自己弄丢的呀 你心里清楚 我儿子是冤枉的呀 姑娘 现在要还你们俩清白 只有你出面去翻供 这对你们两个都好啊 怎么个好 您太天真了 我能好得起来吗 我现在的名声已经被毁了 这是无法弥补的 而曾向阳呢 他已经被判了劳改 这是铁打的事实 我现在以一个父亲的名义 请你对我说出真相 真相就是 他强奸了我 他是个罪人 他不是 这件事情你心里最清楚了 姑娘啊 我知道你心里苦 可是你再苦 你也不能毁了我的儿子 我求你了 你看在你舅舅 是我儿子师父的份上 你就出面说出真相吧 求你了 可是谁来帮我 求求你了 姑娘 我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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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伯伯 您怎么没有继续住院呢 您去哪儿了 曾伯伯 曾伯伯 晓晏姐姐 怎么了 晓晏姐姐 怎么了 向阳 对不起 我没有照顾好曾伯伯 曾伯伯找过张闹 但是回来之后 他的病又发作了 请你原谅我 这小样儿都写啥了 给大家念她 你呀 就应该告诉我那弟媳妇 说你在里面有个炮哥 在照顾着他的男人哪 让他放心在家守寡 下回写信的时候 也给他炮哥捎带上两句 这个是小燕找来的语闻课本 美人一本 从今天开始 每天晚上按时学习 秀太 你真动真额的了 当然了 总比每天晚上 反复听你讲故事好吧 我对大家的要求不高 我对大家的要求不高 每天一个字 怎么样 好是好 可那得多长时间 才能学会写信啊 只要坚持就能学会 再说了 我们要在这儿 坐这么长时间的牢 总得带点东西回家吧 行 那学 那我学 那我 我也学 我也学 学 好 杨阳 行 行 行 我 我不要 我不是那块料 真的 那以前那生产队的老师 那让我给揍的 那一见我就哭 你要是不想哭的话 你 你可别找着麻烦 大方 晓云可不想找一个 没有文化的男人 咋的 我没文化他就不跟我了 大方 如果以后你自己能跟他写信 他能不高兴吗 再说了 起码他知道你在这儿 没有白坐这个牢 你说是不是 大方 以后你要是学会写字了 你想写什么写什么 如果在后面加个亲爱的 都可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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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 那我学 那我学 散散散散散散 兄弟 今天 我想学还真不是为了晓云 我是看你总算有了愿意干的事 高兴 只要你有了笨头 你让炮哥放跟头 炮哥都愿意 你让我看你 什么 识字 对 曾向阳正在教这些犯人们识字呢 走 看看去 是 光明正大 光 阳光的光 也可以说是光明的光 明天啊 给他们送一块小黑板 还有粉品 每个人多加一份支笔 是 来 来 小饭票啊 这个咸 这个咸鸭蛋哪 这瓣给你 这瓣呢 给姐姐 妈 我不吃这个 您吃 我不爱吃咸鸭蛋 这都能吼死人 给 来 芳芳 您爱吃咸鸭蛋 来 这一半给你吃 多吃点 你说呀 这么大一个小人 一顿呢 吃这么大一个咸鸭蛋 我当年我们四爷来说 那打仗 打到一定的时候 断了粮草了 你说啊 全班怎么整啊 也就是 也就这么大 一块盐吧 那我们全班呢 挺了多少天哪 妈 您在四爷的丰功伟绩啊 都足够开一个奖学班了 您哪 可以这么一直讲 一直讲 讲到北京去 没准啊 毛主席都能知道 死丫头 你笑话你妈 是不是 我说 我说 百阳树下 草长变得低 青春如歌 笑和泪喧哗 勇敢的奔跑 用力的拥抱 谁能懂事事纷扰 脚变落叶 拂开了年华 我们回忆 梦里放不下 曾一起憧憬 一起骄傲 努力的陪我到老 岁月改变了容颜 果然是活进去 白了黑色 画了双眼 唯有心里爱不变 多少年无奈离散 多少自信呼喚 忘了世界 忘了从前 忘不了你我约定 到永远 到永远 岁月改变了容颜 果然是活进去 果然是活进去 白了黑色 画了双眼 未有心里 唯有心里爱不变 有心里爱不变 有心里爱不变 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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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祝福 得了 完成 永远 远